我们前面的几个例子 无论是is prime 还是这个sum 我们都是这样写的 我们这个main在下面 然后把这个 自己写的这个函数呢 写在前面 写在上面 之所以要这样写 是因为 c的编译器 你想我们的程序是要由编译器 把你的原代码读进去 编译产生可知性的东西 对不对 那c的这个编译器呢 它会按照你书写的那个顺序 逐行的 自上而下的 来分析你的代码 那么当他看到 这一段的时候 当他看到说 你订了一个自己的函数叫做sum OK 那他会记下来说 好那我知道了 我们有一个sum函数 这个sum函数呢 长成这个样子 它没有返回类型 它叫做sum 它有两个参数 每个参数都是int 他就知道了 知道了之后 到了下面你去调用sum的时候 他就会说 现在呢 你要去用 调用sum了 那你用的是 叫做sum的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我刚刚遇到过 它在那儿出现过 这个函数呢 要两个int 你给了两个int 很好 没问题 这个函数不返回任何东西 你也没有 把这个函数的返回结果 去交给任何人 很好 做得很对 于是 他就认为 你对sum函数的这个调用 是正确的 也就是说 在他看到sum一 十的时候 他需要知道sum样子 他需要知道sum长什么样子 所谓长什么样子 就是 这个sum呢 要几个参数 每个参数 它的类型是什么 然后 这个sum函数 要返回什么类型 如果你不把三个sum 放在上面 他不就不知道了吗 他看到sum 哪来的sum 我不认识啊 你这sum现在 你给了一个1 给了这个10 到底对不对 然后那sum能不能接受 你这俩数 他不知道 对吧 所以 他必须要 在前头看到过这个sum 他才能够检查说 你对这个sum的调用 是不是对的 如果不知道 如果不知道 也就是说 我们把要调的函数 放到下面了 会怎么样呢 我们来试一下 看先 好 你看 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sum 给他 移下来 移到命的下面 我们看看 编译 他给了 warning 甚至还给了 error 不过 我得说 你在自己的编译器上 试的时候 不一定能看到 和我一模一样的结果 我之前讲过很多次 我现在用的是 LLVM 它相对来说 对C语言的 这些东西的检查 比较严格 也可能你用的那个编译器 没有给出那么严格的 一个检查的结果 他说呢 他说呢 这个warning是说 他说呢 在C99里面啊 这个sum函数的 这个隐含的声明 是无效的 为什么是隐含的声明 这是在第六行 第六行是哪一行呢 是这一行 这一行哪有函数 这一行我们不就在用函数吗 没错 你在用函数 然后 C的编译器 不知道这函数长什么样 所以 在C99以前 C的编译器呢 就会猜 说 哦 你有个函数 是吧 你没告诉我 这函数长什么样 那我就假设呢 认为 这有一个sum函数 它呢 要俩int 它就假设是这样子 并且呢 这个函数 它还返回int 它认为 它猜测 这函数是这样子的 所以呢 在这儿 它给个warning 这是个警告 说 这种做法 在C99已经 无效了 但是呢 它仍然能帮你 编译下去 它按照 传统的 老版本的C的 编译器的想法 猜测说 你这个是这样子的 可是到了第13行 你看第13行 在这儿 真的 sum函数 遇到了 它说 conflicting types 它说 这个sum的 这个函数的 这个类型啊 冲突了 为什么冲突呢 因为现在 我们在这儿 非常明确的说 sum是void 而它猜呢 它猜说 sum是int 所以 它猜的这个 函数的类型 和你实际给的 这个函数的类型 或者说 它猜的函数的样子 和你实际给的函数的样子 是不匹配的 因此 它就给了一个error 我还是得说 在有些地方 在有些编译器 也许你不会得到这个error 这和你编译器厂家 它怎么想这件事情 怎么做 它执行C99标准的 力度的大小 是有关系的 然后它还说 previous implicit declaration is here 之前猜测的那个声明呢 在第六行 它根据第六行 它猜了一个结果 然后跟你现在第13行的 那个实际的 上盘数的定义 是不一样的 所以给了一个error 我们程序 就没有能够编译出来 甚至根本就没有 能够编译出来 OK 那怎么办 当然 你如果回到刚才的那个路子 说我把所有的 我自己做的函数 定义的函数 全部放在min的前面 肯定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 但是你有的时候 这样不好看 因为 我们进了这个程序 我们总希望 一下子就看到 这个min是怎么样的 我们现在想知道 这程序到底是怎么干活的 然后我们再去看细节 说那个sum到底是怎么算的 我们希望我们的程序 能够摆成这个样子 把min放在最上面 然后呢 它要用到的所有的 我们自己定义的函数 放在最下面 放在min的下面 依次放在哪 所以我们需要做这样一件事情 我们把这个函数的 我们前面说 这一行 是这个函数的头 我们把这个函数的头呢 拷贝 到min的前面去 粘贴一下 后面加上分号 我们没有把整个函数 搬到前面去 我们只是把函数的头 搬到前面去了 然后加了一个分号 现在我们再来编译它 OK 没有任何问题 这一行 叫做函数的原型 声明 这一行 14行到22行 这是函数的定义 这是声明 而这个地方 是定义 声明 不是函数 声明只是告诉编译器说 你看 some 是一个函数 它呢 长得像这个样子 名字叫some 有两个int作为参数 没有返回类型 有了这句声明之后 编译器呢 就记住了 就知道了 some 是长这个样子的 然后下面遇到这一行的时候 它就不是自己去猜了 它不去猜 是不是俩int 一个返回页int 因为前面的声明 已经告诉它了 OK 所以它就会根据声明 来决定 来判断 你对some的调用 是不是正确 当然 到了这一行 你去定义some的时候 它还会 再来判断一遍说 你的定义 和声明 是不是一致的 你看 假如说 我们现在 在这儿 把void换成了int 把void换成int之后 这是我们的声明 这是我们的定义 我们编译会有什么结果 它会说 类型冲突了 在第14行 现在这是第14行了 说我们的定义 是void 而之前的声明 你看到了 这个词 declareation 之前的声明说 在第三行的声明说 这是int 这个int 和这个void 不匹配 所以声明 不仅仅是用来 让编译期检查 你对这个函数的 调用是不是对的 也会用来 让编译期检查 你对函数的定义 和声明 是不是一致的 因为你想 你想编译期在之前 每一个 你对函数的调用 都用这个声明 去检查了 如果结果发现说 这个声明和定义 是不一致的 那前面的检查 都是白费的 所以 它也要确保说 你对它的 定义 和声明 是符合的 所以 函数圆形 就是我们把函数的头 取出来 然后呢 加上分号 就构成了函数的圆形 所以 这是函数的圆形 函数圆形的目的 就告诉编译期 这个函数长是什么样子 告诉编译期 它的名称 它的参数 包括它的参数的数量 参数的类型 然后呢 它的返回类型 实际的函数头 在下面 后面还会有大括号的 没有分号结尾 有分号结尾的话 那它就是一个 函数圆形了 然后 当我们去调用 比如这里的max 当我们去调用这个max的时候 它会根据圆形的判断 你给它的 对不对 实际上在这里 还会发生一件事情 我们在 第六周里面讲过 因为现在 这个两个变量 A和B都是double 我们给的两个是整数 所以会发生什么 我们在第六周提到过 会发生 自动类型转换 它会把12 变成double 交给A 有的时候我们看 有些比较旧的教科书 我们会看到 旧的编程习惯呢 会这样子来写 既然我们是在命里面 要去用这个sum函数 那旧版本呢 会说 好 那我们把这个东西呢 放在这 在这个函数里面 会要用到的所有的函数 它的声明 写在函数的头上 在这个函数里面 如果要用到一些变量 这些变量的定义 也要写在函数的最头上 这是旧版本的c 那现在呢 我们一般不这么做 现在呢 我们一般习惯于 函数的原型声明 要写在函数的外面 写在函数的前面 而不写在函数的里面 另外还有一个细节是 函数的原型里面 是可以不写参数的名字的 我们可以试下这件事情 我们在这个原型声明里头 把begin和end都拿掉了 现在我们来编译 没有任何问题 为什么 因为对于原型声明来说 它要告诉编译器的是说 这个sum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是int 第二个也是int 至于说 第一个int叫做a 还是b 第二个int叫做a 还是b 是叫做begin还是end 没有任何关系 即使我们现在写下来是ab 和实际的begin end不一致 也没有关系 因为编译器做检查的时候 不会检查参数的名称 它只是检查参数的类型 但是我们通常会 把这些东西 好好的留着 和函数的头部完全一样 这是因为 对于人类读者来说 你把它写成和函数一样 写成begin和end 这两个单词 对人类是有意义的 对编译器没有意义 对机器没有意义 但是对人是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会把它留成这个样子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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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好的